欧战无休无止 这使得全球的经济现在越看越悲观 美国股市上周五全面收黑 包括了苹果被摩根斯丹利分析师指出成长放缓 另外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不但看虽美国经济 同时提到要裁员 那么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做出回应了 他提到福特英特尔这些大企业都加大投资力道 大举真财 希望不会让民众的民心被美股给拖累给挫折 而拜登跟赞扬最新公布的就业报告 表现结果是优于预期的 但是也会大大增加美国联准会 加快再升息再升息的步伐 引发了投资人担忧 关键的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出炉 大增39万名就业人数优于市场预期 失业率也保持在3.6%的记录低点 等于高达96%在疫情爆发后流失的工作 已经重新归位 美国总统拜登高度赞扬 但也引发投资人担忧 上周五美国股市三大指数都大跌超过1% 其中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重挫将近2.5% 原因除了大摩分析师警告 苹果的App Store出现成长放缓的迹象 加上苹果激励反对的充电线统一规格 预计欧盟这星期就会核准通过 拖累苹果股价出现近4%的跌幅 另外还有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再度语出惊人 马斯克在最近一封发给员工的信中提到 对美国经济感觉超不好 打算裁掉10%的员工 让特斯拉股价重挫超过9% 对此正为了年底其中选举 积极扭转经济颓势的拜登回应了 马斯克则在随后发推文对拜登表达谢意 分析师则认为 马斯克这次发言背后的最大原因 跟中国大陆有关 但没想到马斯克才说有意裁员 隔一天又宣布特斯拉的总员工数将会增加 让外界物理看花 而种种通膨现象 持续让美国家家户户焦虑 全美平均汽油价格 最新来到美加轮4.86块美元 最贵的则出现在加州的门多西诺 美加轮已经逼近10块美元 而随着暑假逼近 不只出门上路要代步的涨价 抵达目的地后要玩的也涨 像是这座在宾州 全美最大免费入场的诺博斯游乐园 同样不敌40年新高通膨 而就怕到时游客暴增 游乐园内人手不够 业者已经出动借驳车 替员工节省上下班的通勤费用 2022其中选举倒数5个月登场 白宫官员表示 将对美国人在汽油等各方面物价 给予协助 持续将对抗通膨 视为首要经济议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